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想这是 我的意思是 我真是感觉这一两年来 好像我明显看着你 就是人应对说话 就是好像骤然成熟 就是很成熟 一下就得体了 意思原来一直没找点底 不是这意思 就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岁月给予我的礼物 就好像你接触了很多高人似的 就是因为来这节目多认识大家 然后我就觉得每次来这 我都是一个学习吸收的过程 是不是很得体 成熟了吗 成熟了 真的需要你说什么话 所以有些小姑娘 她没到岁数 你就真是不能怪她 她就是林妙可 我才知道才14岁 你知道大家知道是 就是奥运会上表演唱歌的 表演唱歌的小妹妹 对吧 小妹妹现在也是名人 也混成名人 在微博上 这个话题很 我觉得这个意思 现在无聊 很多东西也不让聊 但是呢 就简直了就算是一个话题 也算有你们开播播都看见 对 这么挺大的 我能学吗 就是说这小姑娘有一天 就等于说 说我喜欢撑面 拉面 是不是就喜欢吃 这撑面 然后这个网友就在底下调侃 她在餐馆里表演 表演 不是在他们家 这网友就说 你下面好吃吗 然后这下小姑娘 或者说听说她这个微博呀 其实是她呀 还是她的妈妈呀 共同管理的 是吧 然后这小姑娘就说 说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应该杜绝这个有害言论 净化网络这个环境 那些有污染会污染我的这些个空气 都不应该让它存在 这下完了 她这个跟中宣部比较统一 但是可能我觉得 从她妈的立场上讲 我女儿才14岁 给开逗这种闷子 有点问题 是吗 有点问题是因为 是因为她妈觉得 她女儿的这个地位 不应该受到社会这样一个攻击 她是一个攻击现象 不是一个质疑现象 反正我最早看见 类似于这样的帖子 可能也得隔一两年前 反正是大S 曾经有一个特别类似的微博 也是有一个面 但它好像是在一个什么农家乐之类的 这样的场景里头 也没多说 就说我下面给你吃 就是写的那堂字就是我下面给你吃 就是可能有点撒娇 或者是有点反正跟网友 跟网友就是有点 就是说我的面 我做面给你吃 但它那个是可能台湾人 他就说我下面给你吃 结果呢 这篇微博呢 就被狂转 然后就各种恶心的 你知道就来了 原来下面的教母是大S 我不知道是不是 它是第一个 不是 但是台湾这个下面 北方话都叫下面 都叫下面 下面条 下面条 以后要这么说我下面条给你 但它没有条这个字 这对我来说一点不新奇 这就是开荒腔吧 但是慢慢接受 但是这个问题 我倒是想起来 就跟这个网络语言 林妙可这个事 也有人说 说你未成年人 是不是就不要到这脏地方来 我觉得有道理 就是在你不能进入这个环境 最好不进入 比如说未成年人不进入歌厅 这就是一般要求 对啊 对啊 就你不应该进入 比如说你还不能够很好的游泳 你就先在游泳池里 或者在保护区里头游一游 等你真的能够觉得 自己能面对大海的时候 再到大海里游 你现在那个电脑里 是有那么一个按钮的 就家长控制 他就是怕不到一定年龄的孩子 那是啊 这个地方你 你家长要觉得不能看 你就可以家长控制这个电脑 所以我就说 那你说 当然有些人 恨不能就像你说的一样 就跟咱这个什么宣传部门一样 就我能不能净化了你网络空气 我觉得不可能的 不可能 他这个 我觉得净化呢 是一个心灵上的事 他这个社会呢 你是一个公共平台的时候 当然说话 我们首先不主张 就胡马溜丢 说那难听话 这是肯定不行的 那你也挡不住 是挡不住 但是这个理论上讲 从道德水准上 这个地方不管是哪个国家 都一定是受控制的 或者说受约束的 是心灵约束 关键是问题 他为什么会产生 就为什么会产生在他身上 这是你要找原因的 他别人 我想这微博里下过面条的人多了 这人是有经过呢 怎么就到他身上呢 我觉得可能比如说第一次 反正我看见大家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 这样类似的这样的微博转发 我当时看见的时候 我就觉得挺恶心 挺难受的 那反正如果又再转 我就不看平地 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自己选择不去看 当然那是没有造成像今天这样子的 就是大家讨论的 这种气候和环境 为什么呢 这当时可能大家就觉得 我就开开你玩笑怎么了 你可能你是明星什么的 这有一个本质不同 因为林小可是未成年人 大S是成年人 大S下面条的事多 这是一个无所谓 大S点点想念 对对 那个事无所谓 他是成年人 这是未成年人 我们首先要这有一个区别 他14岁嘛 按照一般法律保护 他还是受 就是他是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 都是完全是让他父母 带使他行使这个法律权利的人 他为什么受到这么这种 这种泼污水式的这种攻击呢 跟他早年的这个 这个历史有很大关系 14岁都有历史问题 那当然他他几岁出了 那个叫表演唱歌的 奥运会吗 08年 08年 离现在是多 7年了吧 7年 没有7年 会算数吗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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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是吴远老师教的 他大概在9岁的时候 被成年人推到前台 代替了别人唱歌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伤害 就是我们很多人都 没法去想象 就真正发生的那个孩子 受到了怎样一个心理创伤 这个创伤不仅仅是当天 就是奥运会当天 而是这持续 起码到今天是5年了 5年这个阴影并没有消散 可见百姓对这个事多么看重 这是当年的组织者 所有的成年人 没有去考虑的问题 但是您觉得是阴影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林妙可 和林妙可的家人 包括很多 就是我们这种观众来说 都觉得 哎呀 林妙可火了 林妙可红了 是是 那高兴啊 这哪是阴影啊 他的阴影就是 人家对他的这个 这个泼污水式的攻击的一个显现 为什么很多人就是 你看他那个 就是评论当中呢 实际上是带着过去的愤怒 不是说这件事的 所以就胡说 那么对那个孩子 那孩子就发声的 唱歌那孩子 那孩子就无名了 什么名也不知道 你到今天连个名都说不出来 对吧 那么好的声音 那么为什么不让 为什么不让那个孩子 去真人去真唱呢 说没太好看 好 那就是我们社会的价值观 出现问题 你社会的价值观的倾斜 导致这孩子的价值观的倾斜 所以他就拼命的去要展现 就是拼命的要钻到成年社会里去展现 他就不该跳进这潭污水 照您的意思就是 这历史问题就是 因为08年奥运会的时候 没要那个女孩的上面 所以才有了今天小妙可的下面 是吧 这是因果关系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中华一脉 自然出众 阿里山 对买家居的前前后后 我都有要求 你懂吗 他们懂 133位红星梅凯隆家居服务专家 让您全程书心无忧 董家居更等我 侯星梅凯隆 引领家居27年 不过我倒不是说林妙可 这不是小小小小女孩 我就有优使这个事 引起我一个低级趣味 你知道我可以跟他们讲一下 我是近一年 才有这个趣味的 过去我也很瞧不上 这些网络上的东西 你知道吗 近一年我开始发展出 就是我痛苦的生活 很多时候我的乐趣 就在于什么呢 看这个新闻后边 那个跟帖 那个网友 我就说 咱这个道德 我发现真是一个 不是要求别人的事 是一个自己内心整理的事 比如说 假如李爱出了个新闻 对吧 什么 我就看上去跟帖 那是最脏的意识 最丑陋的都有 可是呢 看得我哈哈大笑 就是他那个太可乐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当然 我心里要整理我的道德 比如说 我是在私人家里 我看 看了我绝对不会跟别人说 有一天 我真的当面见到李爱 我也没有那个脏心眼 你知道吗 就纯粹 当时乐就乐 就跟这个人都抽离了 我是 那么我就看到 这个里边这个 这个语言 然后你就看 这里边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心理的场呢 你比如说 我当着你这个女的那面 我也不知道 就是这些话有点不闻 就是你比如说 你注意到没有 他这个不管什么样 正经的新闻 后边这个跟帖 它是五花八门的 其中有些人 我感觉一直在手淫 他们叫撸管 那么就是你 为什么你看得很可乐呢 就是前面还在 唐二皇 他是一种骄诈 前面唐二皇 咱们国家怎么怎么样 下边那个 我先撸两管再说 他这是怎么 这怎么回事呢 是其实是全社会 道德崩盘以后 我老说道德溃提一泄千里 所有的人 都本着一种 破关破摔的一种社会态度 就大家为什么写这个 这个人呢 他都是破关破摔 说这社会就是烂德行 我只好以此方法 对待这个 现在这个现实社会 不是 就是会不会是说 在某种情况下 就像我在我的小黑屋里 这个人的欲望 潜意识 完全解放 不不不 社会大环境是有约束的 看见一个女明星的新闻 在下边肯定是 我想干她 是是 就是这个吗 是是是 但过去的人不会这样 过去的他在约束当中 他再怎么想 他也想不到今天这么肮脏 为什么呢 就是社会是一个崩盘的 我老觉得 你比如那孩子 还是说到最初这个话题 就这孩子上台演出的时候 是大人的道德选择 他不懂 这孩子几岁 是吧 让你上去 你就上去 这孩子没有任何错误 但是所有后面人的道德 是有瑕疵的 这是我说的是最轻的 是有瑕疵的 我认为当时把他推上前台的所有的成年人是道德有缺陷的 他才把 因为他不自信 他觉得那孩子不好看 那么人好看不好看 有差异吗 在做人方面 没有 你为什么要把一个孩子弄成一个假事搁在前头 而且是这么大的一个事 他不是我们单位弄一个晚会 是吧 马先生就不然就爱纠结历史问题 人家林妙可今天也得做人 对 所以他后面的事情他要承担后果 其实我倒是觉得那些网友 他有时候会说一些特别初位的话 而且你看现在 对 我就想问你 就是你说你们 有时候我就想你们这些美女 开那个微博 你每天发的微博 有时候我都看后边那个留言 他对你都是无言 就是淫晦的 你看见这个之后你挺乐呵吗 我不乐呵 我上 我拉黑他 不是但是你没发现吗 就有些人就会这么说 我表扬你 比如说我在下面写 我爱你啊 什么你好漂亮啊 你也许根本不会在意到 但突然间有个人跳出来说 丑八怪 你这个变态 或者是什么 我最讨厌就是你了 或者是下面 你搞不好 你就还真的认真看了下 谁啊 就人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对批评的声音也许就说的最轻的 咱们这么说吧 就说的最轻的 就是咱们对这种负面的声音 有时候会多看两眼 正面的因为太多了 或者怎么样的 你可能也就过去了 他就是为了要突出自己 或者我要出众 我要出风头 所以你知道 越来越多这样 我给你说一段 就是我还可以 我就是说我经常把一些语言的精华给他扒下来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人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 你比如说你有个机会知道男人的骨子里 心里是怎么想的 会让女人就是惊怒不堪的 但是他在那样一种跟铁的情况下 他就发泄 他很有意思 你看他说非常瞧不起那些跟男人约会 蹭吃蹭喝蹭玩之后 不仅一毛不拔 而且还拒绝跟男人开房上床的女人 然后就是有的女人 自以为风情万种千娇百妹 对于男士的邀请约会是来者不拒 跟着吃跟着喝跟着玩 但是完了之后 当男士要求开房上床的时候 就开始装逼了 一本正经的强调自己是一个一本正经的女人 什么这就开始 发发发 就是全是叉叉叉了 说不上床你出来干什么呀 一个大男人整天奋不顾身工作 起早贪黑 有多么忙 你们女人知道吗 人家百忙之中请你们出来吃顿饭 难道就是为了请你吃饭喝酒的吗 请你开个房睡个觉过分吗 说饭你吃了酒你喝了 开房上床的正经事你倒不干了 你这叫神马东西 我觉得你看 这个舒服 他就肯定是有些男的 你舒服吗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我请你吃饭是绝不顺便 我没这个预期 但是我很能理解 你没办法 就在他那个跟铁这个世界里 他这人可能是下了很大心思 然后没有得到一个结果 就发这么一条发泄一下 这个我倒觉得无所谓 这个没有什么 对 这是他个人的一个表达 但是你不能上来弄得最脏的话 胡骂 这我觉得是在网络上应该是进化的 这个你也进化不了 进化不了 进化不了 但是我说的应该是我们就说人类文明的一个趋势是应该进化的 这个话我不认为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这种说是他可以表达他的意愿 他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这个天下的事都是以前异物 忽然发现这个他们花钱只能买一半的时候 他肯定不高兴 我说的还不就是这个事 我指的就是人的一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状态 你知道看来就是他 所以他们当年有人说你可以搞个网上的地下强强三行 就是说其实人要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是很脏的 你都我们一半都是动物 对吗 你要真是说完全的欲望 你想他在网上他看那个女明星 我跟你说是这样 如果他真的只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话 那还算他自己独立思考过 我想不想说这事 好多时候他那些跟帖什么的都是一窝蜂上 他也说 这也说 我也来凑个热闹 显示我是跟大家一起的 那才是恐怖的 那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有一点我有感受就这种跟帖 就是看跟帖的比例 如果这个某一件事的跟帖全是一个态度 胡马溜溜的态度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可能是有问题的 不可能说一个没有问题的事情 后面的没有任何好的语言去支持 他不是两派 不是有的事 你出来以后他会有两类声音 但是如果说是一类声音的时候 而这类声音都是表示一种愤怒 而不再去讲理 就是他没有不愿意跟你讲道理 就是骂你一句 对 那么这肯定是事情本身有问题 是 这个我也发现 他不是胡来的 就是统计下来看 就是所谓部分民意 部分对一个事是大家切齿痛恨还是什么 你是有个基本倾向的 反正 对对对 反正从这些事上 我也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获益良多 因为我曾经也有一些可能不当的话 在网络上自己写的时候 自己没觉得 但写完出来之后 确实有网友可能是比较一面倒的 负面的声音的时候 我就会检讨 那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你看 现在网络博威有一段时间了 我后来发现 我其实从这种互相 这算有一种沟通吧 虽然不是很舒服的沟通 但这种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有成长 我觉得这跟你觉得 我这一两年有成长也有关系 就是说你从负面的这种事件当中 你获得什么 如果你获得只是愤怒的话 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你看 我就不能直当其风 所以你看 我什么都不开 但我是潜水 我就偷偷摸摸的 我观察你们 他们怎么骂你们 我比较喜欢看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妇科炎症一反复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盆盐进胶囊 专专专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妇科炎症 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牌盆盐进胶囊 这个事啊真是 如果事不关己啊 那就看着很很乐呵 你知道你们俩都是有有写博客的 有有开微博的 你们现在都已经是不是百毒不侵了 那也不能 有些时候还是心会有波澜的 感觉那些讨厌的话 但但是说实话 今天这个事件 我觉得最起码有一点以后 如果再有人写这种什么下面啊 这种东西 估计就会有人跳出来要骂他 不管是对谁 对未成年也好 对成年也好 我觉得好多时候是社会是经过一次一次的讨论之后 还是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 我不懂 就是说 就是按说我认为这个东西 就是我这边欲望完全解放 就是人想 因为匿名嘛 匿名 想说什么 那真是在 你可以有一个机会观察到 人在完全不设限的情况下 他最本能的流露是些什么 其实好 骂打街的都有 但可是我不得不说啊 比如说香港 或者是台湾 英语我不懂 那么他们那个网上那种 我也看一看啊 就是他们当然也骂 也什么 但是呢 相比之下 用语言的这个文明 措辞的文明程度 比咱们和缓 比咱们和缓 因为我用微博啊 就是我也看有很多 就是网友是用 就是那种昵称 他不是用自己的真实身份 就没有加V嘛 不是真实身份在网上 你不要以为他是匿名 他就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这个 这个昵称的这个 所背后的这个什么 所谓尊严也好 干嘛 你不要以为他不在乎 在乎的 如果说你在一个微博下面 看见他们有两个 两个吵架的 就是两个昵称 不是那种真实身份的 在吵架 你就证明 其实他们也很在乎 自己昵称 所带来的这种尊严 他觉得那就是他 你也不能随便骂他的 你不要以为他是 大部分骂人的人 都不能承受被骂 你不要以为他不在乎这个名字 他在乎着呢 就是大部分在网上骂人的人 他都不敢跳出来 让人家骂他 为什么呢 第一他没有那么机会 就爱骂也是一个 就是你那么多人骂你 那可见你 有人关注你 你知道我在那个跟帖里 我看的 其中一个最大的乐趣 就是看两个人 如何从平静的对话 然后变成互相骂大街 那真是就是说 就是说我这暴脾气 本来开始说 我觉得你不对 我觉得也不对 稍微那个人说话 带点粗 你大爷的就开始 一个骂的比一个 然后就互相说 对方没有素质 这是最正常的一个 骂的这个人类语言 这是惊奇 天哪 但我是 比如我那个博客中 有回帖 我有书经常看看 看看我比较喜欢 有人比较 就是比较尖锐的批评 我是能看的 我觉得这个对我也很重要 就刚才李爱讲 就是说的 你会调整自己 但是那种就没道理的骂 尤其是做 其实骂个人 你比如你写一草泥马 这事我还就真不太在乎 草泥马不就是个 古怪的动物而已 但是他不能说 就是比如说 直接对你的家人 对什么 就是烧带着 我也没什么受不了的 这也没 因为网上的事 我都很清楚 我只是觉得 这些人就属于 对他来说 他自己是真没辙了 才说这话 对不对 我觉得人在宣泄情感 到头的时候都是骂人 这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最简单的骂人 就说草泥马 这事就过去了 但是你不能说 做那种有预谋的那种语言 什么你妈 什么你爸 什么 问候人家 这就属于他自己非常硬 这能看出来 就每个人都说话 你能知道他背后的处境 就是说越难听话的人 处境就越差 对 所以马老师这意思就是说 说那些就是 就是破口大骂的人 通常都是可能 自己本身就过得不知道 或者是有点无能为力 他才会愤怒 他自己无能为力了 他才愤怒 才会骂那些东西 但是也有可能 潜藏着一个CEO 他白天装人 他也是 他就是处境不好 我说处境不好 不是说他没钱 也可能很有钱 又没有地位 很拧吧 然后好像是个高管 上面还有个高高管拧着他 他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他是精神的 之前不是还发生过 就是自己发一篇微博 好像明星 还是什么高管之类的 自己发一篇微博 可能下面 没有 你不是骂 他在下面还自己给自己留言 好帅 真好 结果忘记 忘记换成小号了 就是用自己那个戴V那个 直接在下面 哇 好帅 好崇拜 你 在下面发 就被人截图了 你知道吧 这不像我们 恰恰三亿行 十五周年的节目 就是这样做的吗 自己夸自己 这个事 我觉得是挺 你说 这叫阴暗呢 还是叫 人性当中正常的一部分 就是人性 人性当中正常的一部分 人性的不是全部万别的 不可能一个人说 从生到死都是完美 这不可能 如果清好就没有 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有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缓和的方法 就是缓和自己情绪嘛 是 你他妈特难过来 骂一句就过去 有能为人吵人家回家 有个破惊人车 痛痛痛痛痛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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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